新闻大败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欢迎回来竞选广告要讲创意 但是创意无极限的时候就下架了 最新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 拿着这个竞选广告 这个画面 这个头是谁 陈时中 像影片网上可能找不到 他趴着看谁 四叉猫 刚出来帮他们打赠宝亲的这个 网络的网红四叉猫 看他上厕所在干嘛 原来他露出脸来告诉他说 我要告诉你偷窥之后 告诉你我要有 7200个马桶全面要换成免世马桶的证件 这个证件需要趴在厕所上面 偷看别人上厕所才能够达到吗 当然因为这个效果实在太可怕了 所以听说已经紧急下架了 记得范允过去曾经怎么主张这件事情 她说不要把性骚扰当作创意跟有趣 底下包括了像这样偷窥人家 或者是偷一些女生的裙子 小学生可能觉得好玩 觉得只是没有什么搞不清楚性别意识 可是现在一个候选人堂堂 之前指挥中心的头 现在就做这件事情来做带头示范 大家立刻联想到网络上很多的联想 韩国有部电影叫熔炉 里头有个变态的校长 在厕所探头偷窥女孩 这个画面被找出来的时候 倒是跟陈时中的造型有点像 大家是怎么会舒服 怎么会是市长候选人该有的规格 好 如果你要认真讨论证件 其实这200个免治马桶台北市 全部要态换 这样对不对 该不该 当时就有记者问她说 那要用多少费用才能够态换 她第一时间回答不出来 回头赶快去请幕僚来查 所以你一个证件提出来 花多少钱不知道吗 基本上我女生大家都一样 厕所其实最重要的是清洁 干净 你换成多干净的 多高级的马桶 重点如果你清洁不好的话 也是没有用 更何况免治马桶有后续清洁 维修 保养 它的金额汇是非常高的 那所以这些问题有没有想过 那么只会撒币的这种证件跟做法 其实在民党里面也不少见 比方说陈其邁也曾经说 陆平一定会以东京道路的品质标准 结果到现在为止 又来台风等等的 一样还有好多大天坑 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 那么甚至说高雄长辈疫苗 我们要用余美丁 很会讲梦幻的言辞跟这个梦愿景 这种因为听的方式来排排座做好 好浪漫 结果当时还不是就动线 乱让他怒标所有的手掌 要求大家保持距离 棒球场更是如此 在新竹 过去他去视察福岡取经的时候 也在批评台湾棒球场 验收到底怎么过了 怎么这么烂 结果等到他自己真的上场之后 发现原来这个球场更是惨兮兮 害得我们的选手到现在还要养伤 还没有办法出来打球 这就是一个梦幻愿景 那实际的执行跟操作的时候 一验收就破功了吗 陈时中民调现在当然是 属于落后的地步 为了要抢救他 总统一再一再的跟他合体 喊出来说 他的防疫成绩是很好的 那么基本上他自己有在说了 他认为喜欢我的人还是比较多 我想真正问题在哪里 为什么民调低 讨厌度高 是因为他们并不想真正了解我 我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不知道来宾听不听得懂 什么意思 谁想真正了解他 谁不想了解他 至于蔡总统到了这个 山西一个活动的现场 本来讲话应该也在 避开同台河里 黄珊珊在哪 蔡总统还特别问 黄珊珊就据他自己说 我刚好去上厕所了 洗手间 有这么巧 总统就来这么一点时间 刚好上厕所 为什么过去不也是这两个人 曾经同台拉他的手 帮他一起竞选的吗 这个时候是怕浅蓝的票跑掉了吗 他去赶去上厕所的原因是什么 不再敢跟蔡英文总统同台了吗 那么所以蔡英文要救陈时中 民调直直落 因为陈时中都垮了 蔡总统可能跛脚了吗 这都是一切他的旨意所选定 清定的这些候选人 出包了 选不上了 当然他得要负责 总统认真是说 民意党内最近传出来 只要拿下台北市长就不算输了 这就是第一标要保护蔡英文的 最后的一个法宝了吗 陈时中跑趴冲票 柯文哲说 艾雅明明就是宿租 却演成林志玲 这个我就觉得很不当的比喻 因为宿租我也很喜欢 林志玲我也很喜欢 他们都不会趴在厕所上面 偷看别人上厕所 这真的没有这样 而卫福部今年核定了七件机密的文件 总统府里面只有一件 所以卫福部里面牵涉人民健康医药相关的事情 都要保密 大家不能知道 尤其是高端的报告 大家在问保护力在哪里 在野党轰没有保护效力 可是陈中其实也讲得很白了 他就说因为没有保护力的实质程序完成 实验没有完成 当然就没有保护力的报告 当然也就等于没有保护力 我今天早上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 我本来 因为我朋友传给我 我本来以为是谁恶作剧 把陈时中的脸披上去了 我本来以为是这样 无可思议的 就没想到是真的 真的就是他拍的 而且那个表情还蛮猥亵的 你知道吗 你看陈时中那个脸的表情 真的超猥亵的 你看... 那个表情是不是很猥亵 完全就是偷窺狂的那种表情 我真的吓到了 你知道 我真的吓到 这人是要来参选台北市 老天爷 到底是他哪个智障幕僚 要给他的主意要去做这样的一个 他们拍的时候都不觉得很奇怪吗 那光是你会有这种思维 然后觉得都没有问题 还会去拍出这种广告来 然后就讲 你这个草包是中的草包 草包中的极品 草包中的霸主 已经当之无愧了 对不对 而且我觉得更愚蠢的就是 4X猫前一阵子 一直在告诉大家说 我不是民进党的 可是我就是看不惯谁谁 看不惯郑宝金 看不惯谁 我在那边爆料 结果你们现在这样一拍 你不是摆明了就告诉大家 4X猫就是你的人吗 不是这个意思吗 是你们打手吗 对啊 那请问你们在干嘛 这叫做出柜吗 这另外一种出柜吗 是这样的意思吗 我不知道 这到底是什么骚操作 我真的看不懂 老天爷 这真的是太尴尬了 然后你要去推广免治马桶 老实讲 他们又要告诉你说 日本什么在公共场所 推广很多免治马桶 那你有没有注意到 日本的免治马桶出了多少问题 你知道一大堆日本 因为他卫生维持不易 很多人因为这样染上病 因为你要知道 他那个喷嘴出来 那个喷嘴是会沾染上 很多排泄物 那你要花多大的人力去清洁它 他后续的维护 然后其实台湾去过公厕 知道 很多公厕被人家恶搞乱弄 不知道变成什么样的地步 社会被破坏成什么地步 你都没想到后续维修了 人力问题 经费问题 然后太患成本问题 而且那个东西的水 要用的比较多 还要用电 他说初步悬价一个 至少6000多块以上 我觉得买是最简单的事情 是维持是最困难的事情 后面的零件维修清洁 恐怕还要两倍三倍的费用 然后假设万一有人 因为这样染上病的时候 他跟市政府求偿 请问一下这个官司怎么拿 这个都非常非常的麻烦 我觉得公厕就是要简单方便 然后用最低的经费 然后维持它的清洁整洁就好 而不是去搞这种 看起来天马行空 可是实际上根本实际上 执行非常困难的东西 你们这边提到说 当初陈其迈也说 去参考东京的道路 我觉得这个不能怪漫漫 你知道为什么 人家只是说参考 他没说要做 人家只是参考 参考之后回来发觉做不到 就这么简单而已 就这么简单 实际上你看我们看 台湾有多少人 每年都在出国考察 你看陈菊当年在当市长的时候 每年也出国考察 他们考察一大堆奇奇怪怪的地方 那问题是回来做了什么 什么也没做 不就是这样子而已吗 台湾考察这么多 这个都讲的比较那个 也就是消耗预算 花钱让他们出去玩而已 他们真的考察什么 老实讲这些人 通常也不是那一个方面的 专业的人士 他光用眼睛看 就可以看出一朵花来 他能考察什么 不要骗人了 这些都是政治上的宣传而已 但是我觉得陈时中真的蛮有趣 这个人蛮有趣 他说他们并不想真正了解我 我觉得不是 陈时中你搞错了 我们就是因为太了解你 我深刻的知道你是个草包 所以我才不喜欢你 只是因为这样子 不要逃避事实好吗 你就是个草包 我们都非常了解你 我跟你讲 那些支持你的人 其实才是不了解你的人 懂吗 其实真实世界是这样懂吗 陈部长 陈自由业 陈世民 你就是这样的人 你就是一个草包 大家因为了解你 所以不喜欢你 而不是因为大家不了解你 拜托 那最后高端这个事情 高端既然没有保护效益 陈忠自己都承认 保护效益报告还没有出来 根据我们当初给他EUA 我们只给他一年的EUA 当初就说你满了一年之后 你要拿出保护效益 进一步的报告 对 那现在他拿不出来 对不对 拿不出来就解除他的EUA 不是吗 结果非但不是这样 最近我们还在帮他做宣传什么 说高端次世代疫苗出来 然后他对那个 BA.4 BA.5也有保护力 可是也有是多少 不知道 保护力多少不知道 只是也有 又是个广告行销的 可能0.0001的保护力 也是保护力 那请问一下这到底什么意义 还在做这些炒股票的动作 你们这些人真的是 有一天会被天打雷批 网路上有很多朋友在呼叫范云 范云 范云 范云委员 你不是很强调性别意识 又性别意识观点来看 陈世忠这个竞选政策 跟他的影片的时候 感受又是如何 其实范云 我帮他讲个话好了 他在几分钟前有发了一个 他发文了吗 对 轻轻放下的这个文章 他说这个他看到了 那有可能会构成性骚扰 所以他希望能够严正的 赶快修正 被呼叫出来了 对 有被呼叫出来 这次没有躲起来 不过这个的确是 他的效益非常的快速 大家已经有一个 很深刻的印象 就连梗图都做出来了 你看看 这个上面的就是 那个电影荣儒里面 那个变态校长在偷窥 女性的女学生的一个截图 你看就这么刚刚好 怎么这个禁位 难道这个脚本上面是 完全参考荣儒的禁位吗 基本上一模一样 所以你看到网路上的截图 马上出来说上面是荣儒 下面是时钟 我觉得现在就算 他们的团队紧急下架删掉 不管任何的一个片段也好 都已经深刻的烙印 在大家的心中 就是陈时钟的团队 就是一个助长性骚扰 不当示范的这样的一个团队 而且整个团队 没有性骚扰的这个意识 当他当初在接下了这个脚本 他在拍的时候 当他站上去 看别人这个动作的时候 他完全没有意识到 我原来已经在做了不当示范 还让这个影片 继续的往前推进 在他今天的证件发表会里面 去把他讲出来 还把他po出来 网路上第一时间 还营造一股好好笑的风向 是想教坏什么小孩吗 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 去来呈现一个 完全不好笑的笑话 那我觉得这完全是已经冒犯 而且做了非常不当的示范 那回过头来讲这个 他的7200个免制马桶 其实大家都知道 花钱是最简单的 你用大概6000块钱 去放一个免制马桶 对市政府来说 经费上不算太高 但是大家真的就一直在想 你这后面的维护 跟人力上面的管理 到底要怎么样来进行 我拿我们龙三四附近的 公厕来说好了 龙三四附近的公厕 是要一个小时清一次 都还是会有味道的 使用率高还有使用者的习惯不好 所以其实在人力上 清洁的人力上面 其实现在已经非常吃紧了 那你未来你要去如何去维护 这所谓的免制马桶 那你砸了钱就等于砸到水里面 或者是它就是一个大乾坑 你前面看起来好像7200个 一个6000块好像还可以接受 但是你后面 你第一个人力的维护 或者是说刚刚兵哥讲到的 这个它的喷嘴那个地方 是最危险的地方 如果我自己去外面使用这个公厕 其实我老实说我还真不敢用 我们很多人在使用公厕 其实我还想到一件事 女生通常在外面上厕所 通常他们不敢坐上去 通常是半蹲 或者是现在比较好一点 会有直贴在上面 那如果说像这样的免制马桶 它如果还要洗屁股好了 那你要怎么样的去 边站在上面 然后边边能够 所以这个执行上 是完全的没有办法 去真正的来执行 所以我们还是要呼吁说 这提出一个证件 还是要务实跟理性 不是说这样活在空中里面 然后把它讲出来 然后我再补充一下 那个黄称称经过 他是真的去上厕所 那时候我那天我在 因为他刚好下车 那一下车之后他就尿急 然后所以他就想说 那个刚好下车的门口 有一个休息室 是有厕所的 刚好总统要出来 就这么巧吗 他想快去上厕所 对 是真的蛮巧的 没有人会告诉他说 总统来了吗 在那边吗 他可能真的是 没有故意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 这还是这样子 就是陈时中 现在面临到一个 非常大的危机 就是他完全是 不是支持他的人不出来 是不支持他的人 现在还不敢讲 现在应该是 他支持他的人 已经饱和了 现在大家是看到 他怎么这样子 所以地方上 我们接触到的就是 我们讨厌陈时中 我们讨厌民进党 但他们这些人 原本都是民进党的支持者 依福哥怎么看 陈时中的选战策略 现在发展成这样 我觉得一件事 我觉得我不得不承认 他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被征召出来的时候 他的选战策略 第一时间就对着 柯文哲市政府 去打他的时候 其实他的策略 一开始是对的 也让人觉得说 持续这样选下去 那陈时中会有一定的支持度 因为你从这场选举来看 其实最简单的一件事情 陈时中的主要敌人到底是谁 其实现阶段他的主要敌人 还是民调比较高的蒋旺安 但是他却是对市政府 柯文哲跟黄珊 成为他的比较重要的敌人 他就是要让黄珊 维持一定的热度不能让他气饱 所以你看陈时中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蛮觉得他的选战的战略 我是蛮认同的 也是蛮肯定 就是说他的策略是对的 但是他后面出现什么事情 就是你越细看你的民调 你的选票结构的动向的时候 年轻人原来黄珊珊拿了很多 我哪一个结构的票是属于哪一个人 比较占优势的时候 他在基本盘上面要突破的时候 他就受到那个选票结构的影响 黄珊珊年轻 所以我要做什么 比如说我去了酒吧等等一堆问题 然后在往年龄层上面比较走的时候 又发现贾万人比较多 我要如何多争取一局 一些选票又去打球等等 所以某种程度上他受到选票结构性的 不断影响 所以之前才会讨论 他的人设到底是什么 因为选票结构一直在拉扯他 那战略上面 对了 但是你战术上面错误 你就是会一块一块的 僵土一块一块的失去 崩坏 对 所以我觉得他现阶段 似乎在选票结构性的一个晃动过程中 包括连今天这一个 你这种广告 你的出发点到底是什么 创意 吸引年轻人 好笑 好笑 吸引年轻人 但是问题 公厕是可以爬上去看的吗 你不要忽略一件事 它叫公厕 它是一个示范效应 公厕 你任何一个人公厕这样爬上去看 叫什么偷窺 所以他整个你好笑之外 你要知道你带来的效应是什么 你带来的效应是极度负面的一个效应 如果他是真的是创意 是可以吸引年轻人的 是有趣的 你就不会下架 为什么下架 因为他违反了某一部分的底线 你创意不能违反 某一部分人民接受的底线 他突破了那个底线 所以我觉得 陈时中的选战策略 现在受到结构性的选举 一直在晃动 一直在晃动 所以人设上面 一直出现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这一部分 你就不要说 人真正不了解你 因为你晃动到 大家原本认为了解的 也变不了解了 陈时中自己说 如果人设大家不接受 我再调整就好了 那请问调整之后 他在厕所里出现的陈时中 这个人设 大家可以接受吗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